第三章各语之分布区域 作为后期我们看到的突厥语人群面貌的知系 主要是出自于米奴辛斯克盆地 以及周边和阿尔泰山地区 这是西来各批印欧人 包括乌尔语系 以及青铜文化传播相关的 塞马托尔比诺现象的密集活动区 青铜技术 首先是印欧人自吸向东带到阿尔泰山区 而后又通过乌拉尔人反向席卷到东北欧 这是一次双向的技术传播 而居于此地的突厥语人群的文化 和语言传播主力的血统情况 要比它东部邻居复杂得多 各知系的印欧人群 包括之后来自东部的鲜卑 柔然的交流 大体固定了如今东欣差人群的基因结构 而进入中亚南部的乌骨斯部落 进而又西迁至西亚 安纳托里亚 甚至北非 南迁至阿富汗 巴基斯坦 甚至印度 至此乌骨斯人群 常染几乎与当地人群完全混合了 因此乌骨斯部落 及其后裔的基因结构 又发生了极大变化 新加入的基因成分 基本是他们迁移地区的类型 基于乌骨斯与新查之间的 葛罗路与之人群 是与喀拉韩国 查克台韩国的历史息息相关的 至16世纪后 东西两部分 大体是以西部 诸乌兹别克韩国 东部 东查克台韩国 及其继承国的模式发展 大体是西部受波斯影响更大 东部受东亚人群影响更大 还有我们不能忽视的 塔里木盆地来自南亚的 HLR这些单倍群 也都成为葛罗路与之 维吾尔人占比不低的单倍群 由于突厥与人群 早期直到最近几百年 多数分支还都是游牧人群 语言传播可能并不伴随 明显的人口迁徙 少数人口的到来 有可能因军事上的成功 成为统治语言 这一点在安纳托里亚尤其明显 第四章 聚集趋同 也是由于游牧人群的特性 突厥与群体 因其频繁迁徙的活跃历史 比起九座民族 也很难建立一个 继承与地理标准之下的分类 突厥语系各语言的分化 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出现的 它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各历史时期的移民事件 我们以欧洲的语言史为例 可以发现 它稳定的语言地理边界 是以稳定的定居人口分野为基础的 而这个稳定是从中世纪开始的 但相对中世纪欧洲 更古老的突厥语人群的历史 却很少有稳定定居的情况 因此基于简单地理分布的研究价值 是有限的 这个例子在卡什盖人当中尤为明显 他们是各历史时期 加入该部落联盟的突厥语人群 当然也包括一些阿拉伯人 库尔德人等等 有一些可能是葛罗路 或者清查语值的部族 在地理上迁徙到同一地域 目前说同一种语言 但是在同原词的采集上 却可以发现这一人群 是一种突厥语不同方言语言 发生聚集和趋同的现象 而共同数面语 比如回虎语 查个台语等等 可以看作宏观象的聚集趋同 这个跟我上面 以及前几期着重讲的分化 是互为因果的 因分化而产生了反向的聚集和趋同 因聚集趋同得到交流工具 在各自发展自己的语言与文字系统 各突厥语以及方言关联性 可以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传统方法论证 它们被证明有共同的足语 基本词汇语法词汇有许多相同之处 潜在的同原词的比较 可以揭示规则的音译对音关系 这样可以用假设的音速语速 重建原始突厥语 这个过程也有希望确定语言成员之间的 亲缘关系 我们就此以确定数形图 用累积变化表达子语言多大程度远离原始突厥语 而各语制的共同创新 让它们均有别于足语 比如福尔加流语三种地理上接近的语言 达达语 巴士基尔语 除瓦石语 用以上方法可以很容易的得出前两者亲缘关系 更近的结论 归因于共同亲缘的对应 必须区别于通过接触复制的聚集 对一个语系的普系划分 识别复制词汇成分是极为关键的 下面就谈谈关于介词与底层 与世界绝大多数语系相同 所有突厥语系的语言都借用了其他语系语言的词汇 甚至是基础词汇 我们发现的最早的突厥文献 已经借用了汉语 苏特语 普火罗语 泛语 以及可能的北亚其他语言 而后分化出的各种突厥语 又大量借用波斯语 阿拉伯语 蒙古语 斯拉夫语 高加索语 以及近代的各种西欧语言等等 作为亚欧商贸路线的主要人群 这些语言有漫长的传播链 许多词汇有着遥远而无法明确识别的起源 这种借词为基础的复制模式 学术上称之为takeover 与takeover相对应的外来影响 称之为carryover 也就是遗流型复制 也就是我过去视频常常提到的语言底层的概念 前者是可以归因于文化接触 造成的同时存在啊你也在我也在互相之间这种平等的接触交流而产生的借用 而后者呢则是征服的覆盖 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的过程被取代的往往是作为底层保留出某些特征 区别于取代者的原始样貌 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音韵学上而不是词汇上 突接语系各语言通常表现出系统的语音对应 但在少数情况 因这种底层现象会造成明显违反语音对应的情况 某些突接语主效体现takeover的影响的结果 比如哈萨克语它的借词主要来自蒙古语和其他临近人群的语言 但没有明显的carryover的影响 这也暗示这一地区的土著可能就是类突接语人群 因此缺乏明显底层 而绝大多数突接语则体现出takeover与carryover的双向影响 先说葛罗路语之 以维沃尔人为例 他们的祖地已有大量速特语借词 通过迁徙他们覆盖了速特语的某些区域 而元素特语定居居民的语言元素也保留下来 影响了这部分突接语人群 当然也包括图霍罗元素等等 因为他们后来跟这种回乎人也有所融合 这里就不立一列举 因为这些底层的影响 维沃尔语表现出异于其他突接语言的特征 特别是原音系统的音乐特质 对乌兹别克人来说 除了与维沃尔人共同的历史外 还有后来南下阿姆河后得到的波斯语的底层 他的结果就是受波斯语影响的简化原因系统 对于阿塞拜疆人来说 他们是一小部分塞尔柱精英来到嘎加索的结果 同样说伊朗语之语言 高加索语言的人群 转说突厥语 他们的原本的一些语音特征 也留在了阿塞拜疆语之中 这里要说的是 在乌古斯突厥人来到此地之前 他们的语言已经有了波斯语的影响 卡拉恰伊巴尔卡尔语的喷音 就是体现了高加索的音韵底层 在几种黑海岸 阿纳托里亚的突厥语当中 包括卡拉伊姆语 乌鲁木语 土耳其语 特拉布宗和李泽方言 都表现出了希腊语底层 巴尔干的突厥语 也有鲜明的斯拉夫语底层 南西部里亚突厥语 也有耶尼塞音韵特征等等 楚瓦什语是底层强势的极端例证 668年克萨人击败操奥国尔语的保加利亚人后 一部分黑海保加利亚人 向伊德尔乌拉尔地区迁徙 并建立了福尔加保加利亚 直到蒙古征服这一地区 该国存在了近600年 这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操奥国尔语的保加利亚人 与当地的福尔加分人融合 形成了如今的楚瓦什人 而由于福尔加分人的强势 使得他们接受奥国尔语之后 这种语言发生了许多不规则的声音变化 特别是语言音 这种底层影响之大 导致楚瓦什语曾长期被认为是乌拉尔语 经过同原词方法以及考察语法特征 最后这种语言被确认为突厥语 最东部的雅库特语 北迁时取代了原居于此的通古斯人 所以雅库特语中有明显的通古斯底层 但通古斯语的底层影响 并没有导致类似楚瓦什语般的语音混乱 好 今天先讲到这里 更多内容还是下次分解 感谢观看